各位弟兄姐妹晚安 晚安 今天很高兴看到师母终于防疫的这个措施结束了 可以和大家一起见面 是感谢大家在我住在防疫旅馆的期间 很多的代导支持关心 很顺利的结束了这一段防疫的期间 真的是很感恩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 台湾的人民真的是非常的同心团结 我们就是戴口罩 就是多用酒精消毒 我们也慢慢的平稳疫情平稳了 是比起好多地方因为防疫措施 那个严谨不同造成的冲突 哇我们真是觉得我们这里真是很平静 是啊 昨天晚上看到新闻真的哇吓一跳 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或者是在奥地利都有几万人上街 然后警民冲突 警察还动用了催泪带还有水柱来驱散抗疫的民众 然后没想到口罩跟疫苗 这个小卡竟然会酿成这么大的暴动 在欧洲 荷兰也有 真的是非常的不平安 那我们这里呢 马上又发生龟山的这个超仓电源 竟然因为劝人要戴口罩 结果就白白的丧失了生命 非常的悲痛 所以我想大家在这个疫情之下 无论是我们台湾的一些民众 或者在世界各国 好多人真的是已经到达顶点了 耐力已经快三年了 非常的 我们在美国看到也是非常紧急 那个天气一冷 马州的那个染疫人口 每天大概有一千五百人 可是等天气一冷 就突然间升到五千 那现在还好又慢慢降回到两三千 每一天两三千人染疫 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在台湾 我们在世界各国当中 我们是得享平安 是的 今天晚上我们就为世界的平安来祷告 虽然我们平安 但是我们看见世界还有好多地方实在是因为这个疫情而不平安的 那么特别呢 十二月圣诞季节要来临 我们肯求主耶稣基督的平安能够临到更多的人 也求主带领我们在圣诞节期 我们也愿意心里火热 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个平安的福气信息 跟我们的亲朋好友来传讲 十二月是布道月 我们有好多好多布道的机会 愿主使用每一位 今天晚上我们就请师母带领我们祷告好吗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感谢你 你赐给我们平安 在举世的不安 举世的病痛当中 好多人在痛苦之中 身影精神上也受到很大很大的痛苦和压力 主啊 我们真的是感谢你 将平安赐给我们 主啊 将那人不能夺去的平安赐给我们 在台湾的百姓 主啊 我们这时候为世界求平安 主啊 为在欧洲这样的暴动之下 有许多的警察 人民都受伤 主啊 我们求你特别的施恩 我们也想到在这个平安的季节 在这个喜乐的季节 在威斯康星州美国有圣诞节的游行 竟然有四十多人被车子撞伤 也有几个人死亡 主啊 我们真的渴望 真的求主你将平安赐给这个受苦的世界 主啊 让我们在你的里面 我们体会到耶稣基督你来 你也将平安赐给我们 主啊 这是这个世界 这时候最需要的 我们需要平安 我们需要医治 主啊 我们为这些在受苦中的人民 在混乱中 在精神极大压力下的 在病毒的威胁之下 失去平安 失去健康的人来迫切地祷告 愿主你在这个喜乐的季节 你真是从天上 你的圣手来医治这个受苦的大地 让病情能够缓和下来 得到控制 让这些疫苗充足的状况之下 百姓们愿意为了公共的卫生和健康 愿意去接受注射 主啊 主啊 我们看见这个世界 真的真的是需要主 每一个人都需要主 愿主你让我们在这个 圣诞节期间 所有的步道 所有的我们在教会 所要举行的一切的欢庆 真是能够求主 你借着我们将平安传给人 将这个大好的信息 将这份喜乐传给人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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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与我们同在 保守我们 直到如今 我们这样祷告 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愿主平安的福气 今天晚上特别领导各位 赐给各位一个美好的休息 晚安 好啊 弄好啊 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